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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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水鱗 今次是小弟第一次自己自駕自驾 由一个人远赴美国洛杉矶 和拉斯维加斯做实地的游客套餐 在未來這17天我都會把自己的經歷和點點滴滴分享給大家看 希望每天都可以在影片見到你們 事不宜遲我們出發吧 現在是香港時間11時50分 還有一小時後我的機器就棄飛 今次搭的航空司就是我身旁的這一家 國泰的航班去洛杉磯 提一提如果有機會去美國的你們 記住除了你們要預時間在香港的安檢之外 原來入閘之前還有一個安檢 如果你不預返一個多小時進來機場的話 你也挺禮計 心裡的感受 洛杉磯的時間和香港差了十兩小時 即是說現在是香港的12時45分 也就是洛杉磯的昨晚9時45分 去到洛杉磯再見 現在是洛杉磯的時間 早上9時45分 現在是洛杉磯的時間 早上9時45分 還有大約半個小時 就完成這個13個小時的旅程了 真的坐到腰骨都斷了 終於過了海關 亦都現在來到 吸收到 風格到新鮮的美國 那現在等什麼呢 等一輛Suttle Bus 去坐我去找我 那輛租車 那一會兒就見到我 正在租的那輛車 快來開了 在美國租車有很多公司 包括有Herts 有Color 有Pegas 還有很多很出名的租車公司 今次我選了 Enterprise Enterprise上網 找過 那些車比較新鮮 比較便宜 有多新鮮 再帶大家看看 來到美國 駕駛最大的分別 莫過於左駛和右駛的分別 基本上呢 和香港駕駛都 挺相似的 但是呢 除了你要經常都要記住 你的腳踏在左手邊 所以你不能夠偏向自己的駕駛倉 在右邊 剛才我都試過好幾次 嘩 整架車歪了 過了線 那樣呢 真是可鬼危險 不過呢 要練習多一點 就應該沒什麼事的 除此之外 不同方向的轉左轉右 都會令自己記錯 所以我自己都寫了一個表 譬如說 左 右上左下 還有呢 出線的時候 即是出路口的時候 應該是 對面線是怎樣走 自己線是怎樣走 回旋處 跟香港一樣 完全是反轉 逆時針 讓自己記一下 連在這裡先 好 先介紹一下 現在我身處的地方 就是UCLA的 General Ticketing Office UCLA就是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這間大學裡面最大的賣點 除了是學校夠大 還有學校的參觀之外 在我身後面的這個 General Ticketing Office 賣票是非常之便宜的 買什麼票呢 就是這樣 無論你想去迪士尼也好 想去Universal Studio也好 來到洛杉磯 一定要來這裡買票 因為它便宜很多 譬如這張Universal Studio的票 你受到在上網 買官網 買One Day Pass 是90元 現在我手上拿著這一張 可以去到2016年的2月11號 都是85元 甚至這把迪士尼樂園的票 上網看 可以買到225元 這裏買210元 哇 我這樣買一買 平常幾百元港幣 所以如果你有時間 也有興趣的話 隨時記住 來這裡買票呢 還要搞好什麼行李 還要來到這間酒店 接下來這個禮拜 我就會住在這間叫做 珊瑚島的酒店 這間酒店長方形 中間還有一個泳池 還有一個泳池 在這裡 在這裡 一路要進入住房間 就是這間 215號 看看有多厲害 空間 楊瑚島的酒店 的坑 寶寶 剛才在酒店門口拿了很大的資訊 看看有什麼好玩 除了有特定的 例如剛才說過的Universal Studio之外 迪士尼亞 他們只會出了一張很大的圖片 是關於荷里活有什麼好玩的東西 大張到無論 你會看到整條荷里活大街都有東西走的 這樣說的太籠統了 除此之外還有 當然有OLED 還有原來是Sony Pictures 還有是Paramount Pictures 還有是華立 都有他們自己的Studio Tour 每一個Studio Tour的價錢不一 時間都不一 大約每個Studio Tour都兩個小時 而每一個Studio Tour的價錢呢 這裡沒說 因為之前上網找過 大約要400多港元 值不值 他有說他會帶我去看 很多很多他們拍的電影的內幕 製作 不過 看完就很貴 究竟我明天會去哪 明天你就知道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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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